中華期中華高校四十歲了 為了幫學校慶勝 學校基本留在學校慶玩遊戲 中華館長李維丁男也做回到學校就好 學長表示中華在中華是相當年輕的學校 所以也比很多老學校有更強的發揮力 期待首先大家做回給學校見到進步 中華期中華高校四十歲了 為了幫學校慶勝 學校基本留在文童會到玩遊戲 中華館長李維丁男也做回到學校來職業 大家貴賓 請我們切下這祝福的一刻 其實你在做什麼就是你在做什麼 好 在這邊先恭喜我們中校國小四十歲生日快樂 中校在我們彰化線內真的是很幼稚 但是表現真的非常好 我們的木球我們的各方面 都有非常好的成績 包括台灣母魚 這個昂阿赤的講鼓比賽也是第一名 那剛剛我們看到入場 孩子們的表現真的是允文允武 師傅我們再次用最熱烈的掌聲 謝謝校長跟所有老師們 這幾年來在我們縣長的支持之下 以及我們立委還有我們雲敬的副議長 還有許多議員的關照之下 我們學校的建設有了非常多的改變 各位小朋友現在你坐在地上的球場 以及跑道 在暑假之後將會有一個全新的風貌 那在校長正後方 我們校進樓耐震補強 也是在我們現場支持 還有立委向中央爭取的 這個努力之下 終於有了更好更高規格的建設 相信未來我們中校國小的這些教學設備 以及環境會更好 那我覺得我們中校的小孩 我們的同學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福氣 中校中校又中又校 中代表什麼 中就是代表中於我們的職務 今天我們是學生 就是好好的讀書 今天我的角色是一個媽媽 我就是全心扮演好我作為媽媽的角色 那校當然就是孝順父母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們都可以做到中校中校的話 我相信我們身為暴力之性 一定可以更減低 中校國小部長在一半半期以外 還有美術班和第九班 並且有幽震峰 專校學生農中1300多月 讓未來中企業政策教學資源 讓未來更有競爭力 新中華新聞李明洪中華 彩虹博德 今天是大家最期待的原油會